五七金言報 帶來料理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世光 這邊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們看台北股市今天開盤也很快樂 因為今天開低走高 受到我們過去放中國農曆新年的影響 過去這一個多禮拜 全球就出現非常大的震盪 尤其是黑天鵝滿天飛 我們今天特別要關注兩個方向 第一個是日元升值的問題 第二個是德意志銀行的崩潰 那為什麼要看德意志銀行 它會不會是歐洲版的雷曼事件 所以我們今天花多一點時間 看一下德意志銀行 它的一個崩潰 到底的原因在什麼地方 會有多大的影響 可是我們看到 從禮拜五開始 美歐股市的跌升反彈 配合油價的跌升 今天亞洲股市全面性的 往上出現了一個大反彈 特別是我們看到日本股市 今天更是創架史上第十二大 歷史上第十二大的漲幅 收盤是大漲了一千零六十九點 漲幅超過七個百分點 另外人民幣今天也開紅盤 人民幣今天更是盤中大升了 將近有0.7小時多 甚至升破了6.5的重要反壓區 所以人民幣的一個油扁轉升 在今天也開出了一個亮麗的 一個大幅升值的表現 那我們就要持續觀察 那這一波過去這一個禮拜 到底全球發生什麼事情 那未來的影響如何 而從禮拜五到今天禮拜一的反彈過後 怎麼做解讀 我們今天請教四位來賓 好 第一位請教是 台大哲學系的教授 怨矩正 怨老師 好 第二位請教我們資產分析師 葉俊敏 好 第三位請教我們的財經記者 丁萬明 好 第四位請教我們的分析師 陳武漢文 大K 五七金錢爆 帶你瞭解金錢背後的故事